不过今年台风生成至今 十个台风都没有直接清洗台湾 也没有发布台风警报 恐怕会打破史上最晚发布台风警报的记录 气象局局长郑明点也发文指出 七月的少雨很极端 如果没有台风雨的贯注 十月中南部又要进入新一轮的枯水期 另外根据最新的模拟预测 周六晚间到周日会有一波微弱冷空气南下 北台湾会有短暂雨 中南部则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但真正要感觉天气变凉 气象专家吴胜宇说 要到九月一号之后才有机会 六十七浪无云的好天气 但是整个暑假台风都没有接近台湾 新北市汐止知名景点孟湖 近期也因为水位降低 长满杂草跟先前的景象差很多 更令人担心的是台风没有来报到补水 未来水晴恐怕也要拉紧报 主要是因为高压比较增强的关系 又有高温炎热 也没有台风带来的雨量 因此七月八月 我们的降雨在气候上来说 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偏少一些 未来这一周 看起来也是比较没有台风 深沉接近台湾的状况 因此很有可能 最晚发布台湾警报的一年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发文 以水文视角来看七月的干 七月的少雨很极端 如果没有台风的雨灌注 十月中南部又要进入 新一轮的枯水期 目前预测上未来一个月 有西南风增强的背景 就怕能带来多一点的水气 如果西南风带来的水气 比较多一些 午后雷震雨也可能会比较光深一些 不过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节约用水 那另外一个要提醒的是 到27号的晚上到28号 有一股落落的北风下来 周末有一波微弱冷空气报道 水气增加 北台湾有阵雨 中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不过温度上变化不大 气象专家吴胜宇说 真正比较有机会降温 预期要到下周四 9月1号之后 可能会有初秋 第一波微弱封面接近 并且有通过台湾附近的机会 但后续变化还得再观察 记者之下的一星一台报道 受到马鞍台风强大 外围环流的影响 墾丁南湾掀起了超过2公尺长浪 沙滩插起红旗警戒 游客无法下水 只能在岸边踏浪 码头也出现了大批小琉球游客 提早搭船回去 大浪不断地打来 船身剧烈摇晃 也让游客直说 简直像是在座海盗船 马鞍台风强大外围环流 小琉球下起间歇性大雨 弯到一半赶紧找地方躲雨 眼看天气不好 游客扫兴 决定行李收一收 提早打道回复 码头满满都是人 搭排长龙等着搭船回去 小琉球大批游客 结束行程打道回复 这一走让住房率 瞬间掉到三成 马鞍台风强大外围环流 不止天气不好 也导致海巷不佳 码头边大浪一波一波打过来 就连游客回程坐在船上 船身都在剧烈摇晃 宛如海盗船 大家不断发出惊呼 大浪来袭南湾沙滩 更先起超过两公尺浪高 肯管处立刻插起红旗警戒 严禁从事水上活动 像是游泳水上摩托车等等 一律禁止 浪高也超过两公尺 因此本处在各个沙滩 均以插上三面红旗警示 同时也派海边巡逻员 在岸上警戒 禁止游客从事游泳 水浪摩托车等水域游去活动 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沿海及山区 必须盛防瞬间大雨 酿成灾情 民众外出务必当心留意 记者苏世伟 屏东采访报道 台中是有民众日前 在停等红灯的时候 看到一名外送员的机车 非常的酷炫 不但坐垫加装了椅背 自制了水壶架 还延伸脚踏跟侧柱等六大改装 也让网友看了直说 真的是高手在人间 但有人说 如果被侧柱撞到会痛死 引发热烈讨论 实际找到这名外送员 他原本是在警校担任教官 退休之后 因缘际会开始跑外送 一天大约30张单起跳 不但打发时间 也可以赚点零用钱 眼前这名外送员 就是近期中部地区 外送同业群组讨论度 最高的改车达人 仔细看 机车后方不仅有大箱架 坐垫旁有水壶架 另外还有提高舒适度的倚靠 和延伸脚踏以及侧柱等 这些通通都是DIY 其实他原本在警校担任警官 退休后改跑外送 一天30张单起跳 有民众在街头看到 立刻用手机拍下 并分享到网路社群 惊呼真的是处处藏巧思 不少网友惊呼 发挥台湾传统工艺的精神 高手在民间 真的是超强Pro级 整个很舒适 佩服到线上膝盖 甚至有店家认出 大赞他有礼貌 但也有人质疑 侧柱感觉有点危险 在网路掀起讨论 自己DIY的 他还蛮有兴趣的 他蛮厉害的 他是退休教官 他把他当成正职在做 他的东西都还蛮算使用 蛮佩服他 可以做这些东西 机车简易DIY改造 让长时间的外送工作 变得更加舒适 至于是否有违反相关法规 监力站表示 要实际测量才有办法确定 接着我林嘉明台中报道 中国日前一架 无人机飞到金门前线 二胆岛上空 国军士兵看到 无人机丢石头驱赶的画面 引发热议 对于中共嚣张行为 国防部也强调 预计在明年 获装无人机防御系统之后 优先给外岛运用 但专家建议 可以先在离岛地区 设置防空气球 依照地形跟防区特性 分别部署不同的防御高度 来反制小型的飞行器 两名穿军服的官兵 拿起地上石头 朝空中猛砸 试图驱离中共无人机 过没多久 刚哨官兵拿出步枪戒备 神情和动作都清晰可见 画面被疯传 甚至有中国网友 留言诋毁五国官兵 面对中共嚣张举动 国防部严正回应 预计在2023年 获装无人机防御系统后 优先配给外岛防区运用 现一段除了用音响 或信号弹试警之外 也配合警戒兵力 提升战备等级 不过在明年之前 是否还有其他作为 可以跟警政单位先协调 因为警政单位 其实已经有部署 轻型的这种干扰枪 也可以考虑引进 这个防空气球 它成本也非常的低 在冷战时期 它这个防空气球的一个应用 主要是防止低空飞行的 巡翼飞弹 或者是直升机 专家建议可在不同的高度部署 被动防御的防空气球 借此干扰低空飞行器侵扰 并搭配现行的无人机干扰枪 然而对于士兵投掷石块 试图驱赶无人机的行为 专家更是表达肯定 不为野非不能野 不用狙击手 用一般的步枪 就可以把它击落了 所以就证明说国军 只是不做而已 那为什么不做 当然就是雇权大局 所以我不会去取消 那个丢石头拉兵哥 相对我相信 他枪法一定会很好 国军是威胁程度 随时提升战备等级上级发调 小心应对 江飞玉台报道